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父 您是全能的 我父 您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不相信 不肯相信的时候就已经是罪恶了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罪恶 在这凌晨求主饶恕我们不相信上帝话语的这一切的罪过 使我们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父 您让我们在生活中见证上帝的话语 在这时间 求我父使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 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使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获得领悟 主啊 您告诉我们 当我们丢弃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上帝也丢弃我们 在一整天 求我父使我们只抓靠上帝的话语 唯独抓靠上帝话语的时候才是谦虚的 求我父使我们成为谦虚的人 您告诉我们 当我们谦虚的时候 您赐予我们智慧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我父啊 求我父赐予我们的儿女智慧 明哲 使我们拥有晚年的祝福 使一切的黑暗全退去 使一切家庭的忧患全退去 我父啊 求我父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使我们真实的爱人如己 遵守上帝的诫命 顺从上帝的话语 我们向您告白这一切 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唯独靠上帝的恩典 上帝亲自造就我们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已经获得了绵羊的祝福 而不相信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犯罪了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九节 上帝是要赐福于我们的 而我们呢 我们是得不到这么好的祝福 我们是没有任何资格的 而上帝是全能的 只要我们顺从上帝的话语 上帝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亲自造就我们 我们多认罪 多悔改 多认罪 多悔改 时间越久就会发现 一切就是祝福了 就能得到很多祝福 上帝的话语 真的是如同蜂蜜一样甘甜 而尽管这样 好多人还是愿意往后退步 只有在基督里是一切的平安 一切的喜乐 来参加成功礼拜的时候 我才能见一面我的师母 您看我师母坐在最后排 脸色发亮的 就像月亮一样 那有些信徒就说 牧师难道您眼里就看不到我们吗 当然了 每个信徒的脸都看到 看得见 看到了最后一排 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 都成为我们的 创世纪三十章三十七节 动物看见什么了 也会成了自己的 那更何况我们呢 我们一起读一下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 一二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阿们 为什么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呢 不相信就是罪恶呀 在这凌晨上帝帮助我们 而我们却不相信这是话语 我们是做不到的 只要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能进入到基督里 上帝就亲自造就我们 彼得前十五章十节 而好多人不相信这些 信相信的话语 相信上帝的话语 只会让我们得福啊 我们做不到 大家和我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而当我们只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能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上帝亲自造就我们 使我们得福 而我们一直以来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爱上帝 只要爱上帝 上帝赐予我们眼睛 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到的好的祝福 上帝给我们讲实话 教导我们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福 让我们蒙恩典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一切的心愿 而且只有上帝帮助我们 而不相信这话语的时候 就是在犯罪 相信的时候 就能领受这一切的祝福 祝愿大家领受这一切的祝福啊 格林顿后书四章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教恩惠 因人多 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显多 以致荣耀归于上帝 阿门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有很多学识高深的人 那么学识高深的人呢 也来信奉主耶稣基督的话语 导致得到祝福 也得到很多的祝福 是儿女也得到祝福 是国家也得到祝福 大家知道 我得到祝福的时候呢 也能让身边的人得祝福 我们有一棵大的苹果树 那这苹果树越大 不仅让我吃好 也能让身边的人吃好 而我有一棵荆棘树的话 不仅刺痛自己 也能让身边路人也被刺痛到 这世上就分为这两种人 而今天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一直以来生活中犯了很多错 祖上也犯了很多的错 导致眼前很痛苦 而这一切上帝能为我们改变 只要我们能向上帝承认告白 我是罪人 这就是我的罪 这时候上帝改变我的现状 我们别人的错 看得一清二楚 但自己的错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眼睛看到别人的错的时候呢 别当成是别人的错 当成是我的罪 当成是我的错 来认罪悔改吧 这时候上帝医治我的罪过 上帝赦免我的罪过 医治我的心灵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上帝说 当看到别人的错的时候 当成是自己的错 当成是自己的罪 来认罪悔改 这时候是蒙祝福的 大家知道 我们下象棋的时候 别人下象棋的时候呢 我能看得见这象棋是怎么回事 但是一旦变成自己的盘了 我来下象棋的时候 我什么都看不见 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都这样 别人的问题看得一清二楚 但自身的问题什么都不懂 我们坐下来 很容易就说别人 上帝说 别说别人 别人身上的错 别人身上的缺陷 都当成自己的错 来认罪悔改 因为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而我们总是爱取笑别人 指责别人 甚至自家人 甚至夫妻之间 也指责对方 哎呦 我家的周里 我家的 谁谁谁 我家的某某某 这都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世上发生的一切 世上所有的人 都是为了我而存在的 好多人就不承认 那么脏 怎么能是我的呢 总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上帝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66卷圣经的话 也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以赛亚书34章16节 上帝的话语 包括了世上所有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而我们总是不承认 所以就不感谢 也没有感恩 总觉得哎呦 真倒霉 这么脏的麻布 怎么又跑到我身上了 哎呦 赶紧扔掉吧 这脏的麻布 我洗干净了 就能好好使用了 我眼前看似是脏的麻布 但是我洗干净了 就发现这是最宝贵的玉 这是最宝贵的金子 这金子 上帝说了 智慧比金子更为贵重 更为宝贵 真言16章16节 如果在釜山 每个凌晨参加成羹礼拜的时候 如果说发一块金子 相信好多人 整个釜山市民都来排着大队 要参加成羹礼拜了 而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 是比金子更庞大 更贵重的 而大家却不相信 我们一起找一下真言16章16节 上帝的话语都告诉我们了 而我们却总不爱相信 上帝的话语是没有谎言的 不足的仆人我屏幕师 有时候也会跌倒 不足的仆人我屏幕师 经常跟大家告白 见证 有时候我身体 手指头都没办法动弹 真的是爬不起来 站不起来 这时候我就没办法参加成羹礼拜 但是一旦能爬起来 我真的是爬到鞋架子上 穿上鞋 然后出来参加成羹礼拜 除非我真的站不起来 一旦能动弹身子 能站起来 爬到鞋架子门口 然后穿上鞋 只要来到教会门口 就有力量 这真的很神奇 好多人为了成羹礼拜 来到主面前 就说 哎呀 去参加成羹礼拜吧 这凌晨时刻 上帝能帮助我呢 然后呢 突然又不想起来 看着这被窝里多暖和呀 又不想起来 然后再多睡五分钟吧 结果呢 一睁眼 就变成八点了 但是 能爬起来 来到教会 就能有力量了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在这世上 如果说给我们每个人 发一块金子 相信谁都很 谁都为了拿金子 就来到 来去 去排队拿金子 但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这智慧是比金子更好的 比金子更加贵重 宝贵的呀 而大家却不相信 这话语 金子 据说金子 是有颜色的差别的 有一些泛白光的金子 而据说在韩国 据说在世界 韩国的金子 是黄光 黄色的光是最浓厚的 我们国家真的是蒙祝福的呀 因为我们国家是领受基督奥秘的国家呀 所以这多么有福气 所以我们真的是带着自信来生活吧 只要获得智慧就能得到这一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真言十六章十六节 以二 得智慧 胜死 得金子 选聪明 强如 选银子 阿们 得智慧 胜死 得金子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得智慧 胜死 得金子 就比得金子要更好呢 而且选聪明 强如 选银子 我们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话语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喜乐无穷的 上帝说 得智慧 胜死 得金子 选聪明 强如 选银子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讲一下 得智慧 胜死 得金子 上帝的话语 写的真的是非常的唯妙唯俏 在韩语圣经的这个言语表现呢 是用很唯妙唯俏的词来表现出来的 真言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再找一下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上帝说 上帝说这一切凡事都是为了你们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而安排的 好多人说 我现在肚子疼 我头痛 生意不好 没有回头课 工作也没有找到 遇到很多很多困难的事情 上帝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所安排的 我们呼喊安门 再不好 再糟糕的处境 也是为了我们而安排的 因为眼前不好的经历 正是我需要认罪悔改的内容 第十七节 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很短暂 也是很轻的 只要通过认罪悔改蒙上帝的恩典了 这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阿们 所以我眼前的痛苦 我眼前的困难 我能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呢 上帝为我们成就的是无比的永远的荣耀 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感谢 凡事感恩感谢 第十五节我再来读一遍 凡事都是为你们 凡事 这一些都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 这一些都是为了我们 这多么多么好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与恩典呀 这一切是为了谁 都是为了我 都是为了大家 为的是让我们成为完全的人 好叫恩典 更多起来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多认罪多悔改的人 这个罪也是我的罪 那个罪也是我的罪 总承认罪恶 总认罪悔改的人 就多蒙恩典 多认罪多悔改 是要靠基督的宝血 冤负一章十七节 所以多使用基督的宝血 多蒙恩典 这基督的宝血 是洒向我的心里 不是洒向别人的身上的 基督的宝血 是来洗净我的罪过的 多认罪多悔改 就蒙多的恩典 多蒙恩典 就有感恩感谢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叫恩会因人多 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显多 做了世界段悔改 蒙了恩典 一定是有感恩感谢的 当我们感恩感谢了 当我们认罪悔改了之后 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就有约南的神迹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 二十九到三十节 能在鱼肚子里 重新吐到汉地上 这正是我们认罪悔改 使自我完全死去 然后呢 向上帝献感恩感谢的时候呢 上帝就让我们活过来 这正是复活 这正是世界段悔改 正是基督 降下阴间 正如基督 在钉在了十字架上之后 死去了 然后又复活了 这正是洗礼啊 无论我们做什么 上帝知道我们越来越好 将一切的荣耀 先给上帝 所以我眼前遇到的问题 赶紧做世界段悔改 眼前的痛苦与问题 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直到有感恩感谢 发自内心为止 这时候上帝就把眼前的问题 改变成祝福 大家知道 我们打针的时候 那针刺进来的时候很疼 而这疼是很短暂的 但是打了一针 能得到了医治 这个医治是长久的呀 我们是不是 大家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了吗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吗 来到成羹礼 来参加成羹礼拜的时候 好多信徒说 上帝啊 求上帝帮助我这方面的事情 好多人说 我兜里如果能有一万块钱就好了 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心 而在上帝看来 哎哟 这孩子你现在 肝现在有病了 你的肾现在已经出故障了 有了一万块钱 反而会加重你的疾病 首先更着急 更重要的是 要医治你的肝 医治你的肾呀 上帝并不是单言这允许 上帝并不是延迟这允许 不给我们允许 上帝是让我们更好 为的是让我们更好 当我们不知道 当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呢 以为这方面出问题了 但是在专业人士的心里呢 能看出真正的故障 这根治在哪里 所以眼前的问题 无论是什么的 都感谢吧 全感恩感谢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我们论罪悔改 直到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全感谢都感谢 只有感谢 我们静静地把手放在胸口上 不相信就是罪恶呀 上帝的话语 相信的时候就能得到祝福 按照信心如是为我们成全 上帝一定是帮助我们的 而且上帝帮助我们 只会让我们更好 所以我眼前看似是坎坷嘛 哎呦 这锅怎么都是问题啊 这锅怎么都是 都出 我眼前的锅都不能用了 都是漏洞 而上帝能使这个眼前的锅 变成崭新的新的锅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认罪悔改 我父啊 我心里一直很痛苦 心里很是纠结痛苦 好多事情想说也说不出来 只在我的心里一直隐藏着 主啊 您告诉我们 无论多到的痛苦 这是短暂的 也是最轻的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使我们就希望悔改 蒙上帝的恩典 这时候上帝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领受祝福 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使我们就拥有能力的人 在这时间 求主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尽情地认罪悔改 祷告吧 多祷告 多认罪 也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为身边的人祷告 多认罪 多悔改 多蒙恩典 我们尽情地祷告吧 多伤心地祷告 多伤心地祷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